一團群 兩顆心 三個字是我愛你 無聊時就能出去 期待每天再一起 我其實之前在還沒有認識熱狗之前 我會覺得他是男鄉族的 因為可能音樂的關係 會很擔心訪問他會不會被他罵 後來發現他不是 對 或很犀利 後來發現他不是 他超超勉腆的 他就是那種 拿了麥克風之後就突然變得很犀利 可是私底下的他真的是好到不行 害羞的 對啊 我都會很想跟我說 請問你是真的是熱狗嗎 你是忘記帶那個 就是對啊 武器出門 難得在於說這麼多張專輯下來 你還是很堅持沒有忘記你最喜歡的創作 因為其實一開始你也是用你的創作 讓自己能夠進入你這麼喜歡的一個行業當中 對 沒錯 我覺得我也很幸福 因為每一張都可以有一些空間可以做自己的歌 然後又有空間可以唱別人幫我量身訂做的 量身打造的歌 我覺得這個身為歌手是很幸福的 不要 我反而覺得如果整張都我做我會壓力好大 壓力太大了 應該頭髮會掉光吧 不要吧 你不要嚇人 對 所以我會覺得這張其實時間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其實整張專輯我總共其實是寫了三首歌 但在這個專輯裡面是收錄兩首 對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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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覺得我一開始像比如說慢歌的部分 做那個灰色的彩虹嘛 然後這個歌其實我本來是就是沒有想到我自己唱 我想說寫給張專輯或郭景唱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我們公司有一個企劃 對 就是見梁先生 他一直逼迫我說 范瑋琪你要叫慢歌慢歌慢歌 然後一直翻白眼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好啦 那我就趕快先把這首先拿來自己用好了 然後唱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很很難唱 因為他的就是沒有換氣的地方 然後唱的時候我都會想說這歌誰寫的啊 真是夠了 後來反正整到我自己 我寫的 對 然後還好我沒有拿去害別人這樣子 自己先挑戰一下 然後這個歌出來很多朋友喜歡 然後我也蠻驚訝 像我弟弟昨天從美國打電話給我 就說范瑋琪你一定要打這首歌 灰色的彩虹 然後我就覺得 欸 你不是搖滾掛的嗎 怎麼會喜歡這首歌 然後他就說這首歌有唱到他的心 心坎裡什麼的 那另外一首歌就是那個 對不起 這首歌 對 然後這首歌是 我也沒想到會跑出來一個這樣子的作品 愛真真真真真愛我